大家好,我是路哥 今天我们来聊多巴胺 没错,是胺第四神 人们喜欢把这种物质和快乐捆绑在一起 所以多巴胺被称为快乐分子 或者是欲望分子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当我们看到美食,看到帅哥,美女时 大脑中的多巴胺就会被释放出来 让我们产生得到他们的冲动 这是因为身体知道 食物和繁衍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但实际上多巴胺还不只是这么简单 现在的我们已经完全暴露在一个多巴胺的世界 你刷的短视频,玩的游戏,赌博 以及购买的产品,包括香烟,酒精 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 好让你能够成功分泌更多的多巴胺 而更加重要的是 多巴胺系统是一个奖励系统 如果一件事情不断刺激你产生多巴胺 那么做这件事情的动力会不断的增强 直到最终上瘾 不过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 多巴胺跟快乐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并且我会告诉你怎么打破上瘾 恢复我们的意志力 以及如何得到真实的快乐 此刻我的手上有一个巧克力和一个胡萝卜 虽然你明知道吃胡萝卜更加的健康 但是你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更容易发胖的巧克力 是什么东西让你鬼使神差地做了错误的选择 是欲望 并且当你吃下巧克力 你会发现真的很好吃 接着你会毫不犹豫地吃更多的巧克力 不过随着你吃的量越来越大 你会发现产生的快乐越来越少 再也达不到第一口那种惊艳的感觉了 并不是你的味觉出现了什么问题 而是你的大脑中的多巴胺分泌越来越少 几乎所有让我们产生快乐的物质 都会有这种衰减的情况 你和心爱的姑娘走到了一起 最开始的半年 你们恨不得每分每秒都黏在一起 但是时间久了以后 你会发现恋爱的冲动越来越少 并不是你们感情出了什么问题 同样是因为你的多巴胺分泌减少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如果多巴胺是快乐分子 为什么我仍然在做同样快乐的事情 感受到的快乐却在逐渐降低呢 显然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就要回到眼花的问题上 多巴胺产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它真的是一个让我们感受到快乐的分子吗 其实我们都被骗了 这完全是一个让我们痛苦的分子 为了讲清楚这个真相 我们先从一个场景开始 假设你在一个房间里 现在你周围有各种事物分为两种 一种是你可以出手可及的物品 比如身边的桌子椅子茶杯等等 还有一种是你无法得到的 比如窗外的街景和天空的云朵 这些出手可及的物品 你可以触摸到 可以使用它 所以对这些物品的感觉 是非常真实有效的 但是如果一个动物只关注自己 已经得到的东西 那么它就很难进步了 比如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大草原上 自己通过打猎获得的食物是脱手可得的 可以随意支配 但是远处那些猎狗围着的食物 虽然不是自己的 但是也非常想要 不仅想要 祖先们还真的会去抢 为此我们的祖先可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经常为了和这些猎狗争抢食物 而被养伤 不过一旦能从这帮猎狗的嘴里抢到食物 在这些人类的大佬里 瞬间就会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 随后祖先们欢呼雀跃 多巴胺就是他们这次冒险之后的奖励 回到我们刚才的例子 你在这个房间里 窗外的高楼大厦不属于你 但是你想在这个城市拥有一个家 这就是一种叫做梦想和欲望的东西 和所有当下神经地质都不同 这种向往就是多巴胺的杰作 它会让你为了这个梦想去努力 为没有得到的东西而兴奋 比如自古以来 人们对天空就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为了能够飞到宇宙 我们付出了各种代价 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甚至付出了很多生命 整个过程一点也不快乐 但是多巴胺就像是诅咒一样 给我们下达命令 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飞上去 在人类的大脑中 能够产生多巴胺分子的细胞 只占全部大脑细胞的二十万分之一 但是它们产生的作用非常大 因为人类的欲望和冒险精神 几乎定义了整个人类的历史 但是多巴胺是一种奖励回路 也就是说 当你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享受这件事情的时候 多巴胺其实不会大量分泌 真正让多巴胺大量分泌的方式 有两种 第一个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惊喜 比如你突然发现自己的彩票 种了一亿元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追逐欲望和梦想的过程 那么多巴胺在这两种情况下 是怎么操控我们的呢 科学家们用老鼠做了这样的实验 如果将食物固定的每隔五分钟 往老鼠的笼子里面放 老鼠只会在最开始的几次 检测到多巴胺的分泌 随着次数的增加 老鼠知道自己一定会得到这个食物 他就不会有任何的兴奋和惊喜 但是如果把这个实验稍微修改一下 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行为科学家斯金纳 曾经设计过这样的一个实验 他在笼子里面养了一只鸽子 然后放进去一个横杆 每当这个鸽子着横杆十下 就会给他一定的食物奖励 鸽子果然就像做任务一样 不断地着这个横杆 然后斯金纳将着横杆的次数 从十次改成了随机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 这个鸽子着一次就会给他食物 有的时候啄二十次才会给 那么鸽子会怎么做呢 鸽子立马兴奋了 疯狂的啄 比当初固定啄十次的动力强太多了 因为不确定性制造了上瘾的行为 他已经彻底的沦为了多巴胺的奴隶了 而斯金纳就是根据这个原理 为世界上最大的赌博设备制造商 科学游戏 设计了最让人上瘾的赌博机器 老虎机 如果你不了解老虎机的作用原理 你很难想象 怎么会有人坐在那么枯燥的闪光机器前面 一坐就是一天 但是当你明白了这个机器是如何利用多巴胺分泌原理的 你就不觉得奇怪了 同样的道理 现在的短视频 通过不断上滑页面 跳出新的内容 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设计吗 如果不让你滑动屏幕 所有的内容是自动播放的 你就不会上瘾了 滑动屏幕就像是鸽子在啄那个横杆 而你刷到喜欢的内容 就像是投喂给鸽子的食物 这就是一场多巴胺的游戏 想让多巴胺分泌 光靠意外惊喜 显然还不够 前面我们说到多巴胺系统是一个奖励系统 当我们完成了某个任务 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给我们奖励 让我们体验到短暂的快乐 为了能够再次获得这样的快乐 我们就要不断地往前继续挑战 以便完成更加高级的任务 是不是越说越像网络游戏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游戏里面会设置等级 为什么竞技类的游戏会设置段位 因为你在游戏里面每一次完成任务 每一次等级提升和段位晋级 都会巩固你大脑中的奖励路径 然后获得多巴胺的分泌 你在英雄联盟里面终于上到了白金段位了 感觉自己已经是个小带恋了 人生巅峰了 为了能够维持获得的这种满足感 你就要把更多的时间投入游戏里面 下一个段位钻石分段等着你 游戏公司根本不用担心 你会很快达到满级或者是最高段位 因为对他们来说 只要稍微改一下数据 又会出现一个更高的等级 更遥不可及的分段 这意味着你必须要继续努力 为什么我要说多巴胺不是快乐分子 因为欲望给人带来的就不是快乐 而是无限的透支 你痛苦的加班 省吃俭用 攒了100万 看到银行卡里面有100万了 短暂的满足了几天之后 你的快乐就消失了 下一个能刺激你快乐的事情 就是银行卡里面的余额增长到200万 无限的循环下去你会发现 大部分的时间你都是痛苦的 多巴胺给我们带来的根本不是快乐 他将我们变成了奴隶 听他的驱使不断透支着生命 去做这些事情 正如那句经典的台词 我们只能用魔法去打败魔法 想要打败多巴胺给我们造成的上瘾 我们需要的武器还是多巴胺 可能你已经有些糊涂了 别着急 先让我来介绍一种疾病 有这样一种病在青少年儿童群体中发病率很高 叫做ADHD 也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俗称多动症 这些孩子很难集中注意力 他们做事情的意愿经常会被自己打断 比如原本想要去看电视 然后去电视机的路上 发现地板上有个好玩的玩具 就立刻转头去玩这个玩具了 然后可能又因为某些其他原因 他又被迫中断玩玩具的行为 最后导致他什么事情都没做成 ADHD为什么是在儿童中最常见 主要的原因就是儿童的额叶发育没有成熟 额叶也是一个多巴胺的控制回路 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控制欲望多巴胺 ADHD的儿童很多时候注意力会被短暂的欲望多巴胺支配 没有纪律性和规划性 很多孩子在上课的时候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乱动的欲望 同样ADHD的孩子 未来会有更高的成瘾风险 更容易受到赌博 香烟 酒精 甚至是毒品的诱惑 他们会更容易为了短暂的快乐不顾后果 肥胖的比例也会更高 ADHD的儿童会比正常儿童的肥胖比率高40% 而成人患者这个比例会高70% 他们也是被多巴胺驱动的 不过不是额叶的控制性多巴胺 而是欲望多巴胺 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 能够打败多巴胺的只有多巴胺自己 那么我们怎么来利用这个漏洞 改掉自己身上的上瘾习惯呢 那就是奖励路径模拟 简单来说 理性思维会告诉我们 沉迷于刷短视频打游戏 不是一个好的行为 我们需要改变它 有那么一两次啊 额叶给你传达了 其实你可以花点时间去看看书 提升自己 可以花点时间去运动 提高身体素质 但是啊 你并没有强化这种奖励回路 你必须要在完成这些有意义的事情之后 人为给自己制造奖励 来巩固这个行为的快乐 比如你今天运动了一个小时 那就必须奖励自己吃顿好的 渐渐让这种奖励回路在大脑中巩固起来 就像你滑动一次屏幕 平台就会给你推送一个新的视频一样 一旦你形成了这种新的奖励路径 那么这件事情就不再枯燥 我身边一个哥们 从不爱运动 慢慢变成了一个马拉松的爱好者 就是因为他会给自己设立目标 当他第一次能够跑到5000米时 就给自己买了一双跑鞋 就跟游戏里面升级打怪一样 每当达成了他当初设立的目标 他就会获得奖励 我们也要像那些设计游戏 以及各种娱乐产品的公司一样 来设计我们的生活 让有意义的事情充满奖励 当然这个时候你会疑问 那么我们做这件事情 都是冲着奖励去的 那我们永远也不会爱上这件事情本身 但真实的情况就是 后来我的那位哥们 不会再给自己任何奖励 他已经爱上了跑步本身的过程了 这就要说到 从预期分子转变为当下分子的过程 如何彻底接到上瘾和欲望 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就是由多巴胺这种预期分子 转变成当下分子 前面我们说到 那些你还没有得到的东西 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 让你产生得到它的欲望 一旦欲望满足了 多巴胺就会停止分泌 你为了不断刺激多巴胺 只能持续去重复 这就是上瘾 或者制定更大的目标去期待 这就是欲望 不过如果一个东西你已经得到了 虽然多巴胺的分泌减少了 但是你在使用它的过程中 还会刺激当下分子的分泌 比如血清素 催产素 内肺态等等 以前我们在聊催产素的那期节目 我们就提到了 有一种草原田鼠 它们竟然是一夫一妻制的 一般的老鼠都是非常烂娇的 那么为什么这种田鼠 会这么的忠贞 不受欲望的驱使呢 通过研究发现 这种田鼠分泌的催产素水平很高 这是一种和伴侣相处时 会分泌的激素 能够让个体感受到幸福 这就是一个当下分子 虽然情侣之间的激情 会因为多巴胺分子减少 而慢慢趋于平淡 但是催产素这种当下分子 并不会随着时间而减少 甚至它还会逐渐增加 这就是从科学上来解释 爱情最终为什么会变成亲情 或者是友情 因为亲情和友情 更加关注陪伴本身的意义 同样我们在聊辣椒的那期节目 就提到内肺态 这是一种当人体产生疼痛时 会分泌的物质 它会修复我们的疼痛 产生一种畅快感 吃辣椒之所以会爽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另外运动也会增加内肺态 以及血腥素的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那位哥们 最后爱上了跑步 因为跑步本身 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 它已经从期待获得奖励 变成了享受当下的过程 当下分子和多巴胺 这种期待分子完全不同 当下分子会给我们 带来真实的快乐 而多巴胺只会给我们 虚幻的快乐 是不是突然发现 原来享受当下这句话 这么的有科学依据 OK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我是路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